能经济独立30秒,男酒驾无罪 台中市36岁阳姓男子,今年2月1号凌晨酒驾,撒撞机车 晶圆经酒侧,呼气酒精浓度为每公升0.26毫克 但他在进行生理平衡测试时,可双腿并拢,双手贴腿 还可一脚向前抬高,离地15公分,做经济独立动作30秒 也可在两个同心圆之间的0.5公分环状带内,划出另一个圆 法官认为杨男是在新法修订前酒驾,不适用新法 而依旧法规定,酒精浓度在每公升0.25毫克到0.55毫克肇事者 需证明酒后已达不能安全驾驶情况才需受罚 而杨男已通过生理平衡测试,因此判他无罪 动新闻综合报导